七个孩子为何停上动手 摄影前我给你了 不摄影前我给你了 还得不养你啊 归根结底就是一个甜的二年 我八十岁人物赌的什么叫大关子 我赌的吗 谁对谁错 谁是谁非 今日说法为你播出 安家的家事 各位好 这是今日说法 欢迎您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 在节目开始的时候 我们先来看这样的几张照片 照片上动手的这几个人 是一个家里的亲兄弟 而且他们动手的地点也很特殊 是在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 寻回法庭的现场 到底亲兄弟的矛盾 怎么会如此不可调和 在法庭上就打起来了呢 这件事说来话长 这位躺在床上的老人 就是八十四岁的王贵敏 照片上动起手来的是他的几个儿子 老人说 从1997年他与儿子分家之后 自己的大儿子和二儿子 就不管他了 这期间 二儿子还拖欠了自己 三百多元的医药费 今年七月 八十四岁的王贵敏 决定将几个儿子告上法庭 要求他们增加对自己的 赡养和护理费用 我是这么讲 要告都告不告 咱们都上法院书 法庭上 老人要求自己的四个儿子 每个人每月给他生活费和护理费三百元 庭审时因为几句口诀 几个儿子争执了起来 几个儿子的举动让王贵敏老人觉得心寒 他说 自己这把年纪打官司 而且告的还是自己的亲儿子 出门 他都觉得没有脸面 这是王贵敏的大儿子 安庆泉 今年六十四岁 这是老人的二儿子 今年六十一岁的安庆之 他叫安庆德 是王贵敏的三儿子 今年五十九岁 他是安庆喜 是王贵敏最小的儿子 三个贵敏俩都比较好 然后老三老四对您也好 老大老二对不好 大家也看到了这个家庭的基本状况 王贵敏一共有四个儿子 用他自己的话说 老三老四很孝顺 但是老大老二不行 不孝顺 那么妈妈和儿子之间的矛盾 到底是怎么产生的 为什么一定要发展到 上法庭打官司的这个地步 王贵敏的家住在北京房山区 河北镇河北村 在北京西南部的山区 村子不大 我们很容易就找到了他的家 采访的这天 天一直下着小雨 这样的天气 王贵敏说 自己几乎不能下床 光是今年年初到七月 就已经住了四次医院了 医药费都是自己的三儿子 四儿子出的 日常的护理则有几个女儿轮流坐 这老大才六十五了 七岁是 周六四周岁了 我们一出的一个人 就没花了一分钱 我还给他盖上四间心房 人啊 得有点做具体天地良心的事 面对母亲的指责 首先起来反驳的是大儿子安庆权 他认为 这个家庭之所以闹到现在这个样子 和母亲的偏心眼和自私是分不开的 大儿子的说法遭到了弟弟妹妹的反对 采访中 王贵敏的另外几个孩子也找到了我们 说出了他们的想法 从小呢 他不是老大吗 我奶 我奶的活着吧 太娇了 他从小他就特回 怎么看着 您为什么这么说 他不上学 就说老大 老大 媳妇是我妈给他们说的 孩子 我可以这么讲 从他结婚 到 现在当爷爷老大 他没管过老太 王贵敏说 很清楚大儿子是怎样评价他这个做母亲的 他说 因为安庆权是自己的第一个孩子 他从小就很溺爱他 没想到的是 自己的溺爱让大儿子变得很不争气 他不叫我说话 他不叫我说话 他平心大人 懒 太懒了 由于担心大儿子的生活 王贵敏说 他专门给大儿子分了四间房子 希望他能安分守己的过日子 可分房没几天 王贵敏说 大儿子因为自己的几句管教 竟然对他拳脚相加 你回去不说小子啊 把他拉到小子啊 他们把这两个人大伙子拉到 他真太管了 妈妈说你咋过他 对 是 没错 今天您提到这儿来了 为什么我要动这手 八个月把我奶奶伺候死了 大儿子告诉我们 他之所以向母亲动手 原因是 他认为母亲把唐爱他的奶奶给害死了 而且母亲从小就对他并不重视 二十年前 他的媳妇因病去世 这笔账也要算在母亲的头上 就是我们家的死 就是他给逼死 无功生有啊 那你妻子最后死的 得的病就怎么病 得的就是大业病毒性肺炎的 急性肺炎的 你觉得这事跟你母亲有关 那就是他的坏 关于大儿子的这种说法 我们也向他的弟弟妹妹们求证 他揍他 喜欢他 揍他 他在上面住 他上面那里老房子那里 我们都揍他去 揍他 我问你凭什么揍人家 有几个婆婆花这么多钱 把你这个说来的 他气死他干嘛 跟他没打也没斗的 都坐上这来 妈妈的 我妈特别跟他好 因为我在家呢 您的意思就是 老大这句话是假话 他要说十句话 半句都没有真的 采访中 大儿子安静全说 自己与母亲的矛盾 不是几句话就能说清的 尽管现在 自己的住房 是母亲给的 但是 他和母亲的恩怨 始终无法消除 他那人的心 危急了 不正 关于赡养母亲的问题 大儿子还跟我们说 他现在没有固定工作 每个月只有国家补贴的200元生活费 自己的儿女们过得也不富裕 在这种情况下 要自己每个月拿出300元给母亲 这是不可能的事 84岁的王贵敏说 老大不孝顺 是因为他管得太严 因为管得严 所以就招致了老大的不满 老大就曾经出手打过他 那么 如果说老大和妈妈之间的矛盾 用这种方法能够解释 老二呢 老二安庆之 和自己母亲之间的这个隔阂 矛盾 又是从何开始的呢 说起二儿子安庆之 母亲显得更是难受了 他记得非常清楚 四十几年前 二儿子刚开始工作的时候 对他和这个家都是很好的 我三十五以前 我钱我全给他了 我连补助钱 出门补助钱我都给他 连票我都给他了 我上北京卖市的 卖姓 金子姓 我钱我全给他了 母亲回忆说 那时二儿子经常回来看望他 而且和自己的几个兄弟之间 也是来往密切相互照顾的 说不年过去 你问了 又都给滴了 时间一缓而过 一九九六年 在母亲的提议下 四个儿子开始在母亲的宅基地上 盖房子了 因为土地有限 二儿子和四儿子的房子 就盖在了一个院子里 两家共用一个院门 然而谁都没有料到 房子盖起来后 矛盾就来了 那院老宅 这房子都是我的 产业都是我的 没在这一点 我就希望那会儿我们是四间房 先是四间 我有一儿子以后 我说我儿子大了 得找个地儿 结婚 二儿子解释说 因为自己有儿子 而弟弟没有儿子 所以盖好的六间房里 自己和儿子应该得四间 弟弟得两间 而且二儿子还说 这件事在盖房之前 母亲是答应的 对于二儿子的说法 王贵敏和其他几个儿女 都是不同意的 因为家人的反对 二儿子和母亲开始争吵 尽管两家距离不过百步 但是因为分房子的事情 二儿子连过年 都不再进母亲的门了 在跟母亲药房不成的情况下 1998年前后 二儿子搬进了新房 随后他就把院子的门锁换掉了 不让弟弟搬进新家 而这也成了二儿子和母亲 关系恶化的导火索 为了分房 二儿子甚至一度 也曾对母亲动了手 就是他这么一打我 这么跟我样 我跟他们俩良心了 死了就不见他们了 不见 按理说 一个家庭里的矛盾 应该没有不可调和的 但是因为分房子这点事 安家真的已经打得不可开交了 到了2008年 终于还是因为房子的事情 兄弟们真正的动起手来了 兄弟反目 儿子还动手打了母亲 这事传出去 很是难听 于是安家的三儿子 安静德开始出面 和二哥沟通 他就是过去的地主事 我就霸占了 就不给你 我说对啊 我们家家庭 分家不合理 他骂人了 骂人难看 我不说了 您说这个 我不能说 说骂什么事 我都说毁了 出去就给我烫烫烫 就给我那门 给我砸成那支炉哥三 就砸破 给我砸透了 铁门呢 2008年5月 因为发生了争执 老三砸了老二的门 老二报了案 派出所 将老三拘留了五天 就完了 水火不如相同 可是有必要闹到 这个份上吗 不行 谁说也不行 谁说也不行 从这之后 老大老二 就和母亲 以及其他的兄弟姐妹 彻底划清了界限 今年7月 母亲将他们告上了法庭 要求他们每个月 各拿300元钱 这让老大老二 无法接受 现在呢 我的这病呢 依然是告十个尽头 我承受不了 共产党给我200块钱 我呢 我抛出罪 我呢 我们家的住院 得用钱吧 大儿子和二儿子说 他们一生务农 没有什么存款 因为生活困难 村上每个月 都会补贴他们200元钱 在这种情况下 即使和母亲没有矛盾 他们也没有能力 赡养母亲 我还拿着这个 冰糖 冰糖 我血脂低 血压也 血压也 也不用 我没有那么些钱 采访中 我们在村委会也得知 安家的大儿子和二儿子 确实没有固定收入 而安家的三儿子和四儿子 都曾是北京阉山的职工 十年前买断了公灵 经济条件还是不错的 聊天中 最小的儿子也跟我们说 他们也曾想过 只要哥哥们对母亲好 他们愿意多分担心 你哪不你要是笑着 我们俩在外边 那我们也踏着 你缺钱了 我没你钱 完了 分房的矛盾和母亲告儿子的官司 让不大的河北村沸沸扬扬 我们今天请到演播室的嘉宾是中华女子学院的李明顺教授 李老师 今天的这个案子是典型的家事 而且家事有一个特点 谁都有理 我不知道您是不是这样的感受 发生在家庭内部的之间的这个矛盾 它都有很大很隐蔽性 我觉得这个里面解决矛盾的两个标准 在这个家庭里头 我觉得都没有发挥作用 哪两个标准 一个法律 老太太之所以去起诉 或者是也好 一个很重要的矛盾 她就是老大老二没有尽这个赡养的义务 是吧 当然尽管老大老二都有说 我不赡养你 我是有我的道理 我有原因 我有原因 我觉得但是不管什么原因 法律的规定 那么这个法定的义务是必须要履行的 换句话说 李老师 你们的家事甭管多乱 对 在子女赡养老人这个问题上不打折扣 对 这是法律规定的一个底线的东西 第二个我就觉得就是道理 婚姻家庭里头 它是我们常讲 它是个伦理实体 讲法的同时还必须要讲理 就作为子女 那么不能够去更多的去苛求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 今年八月底 法院的巡回法庭来到了老人 所在的河北村准备开庭 这一天 黄桂敏因为心脏不好住了院 申请你现在的家庭状况 以及老太太 实际情况 给你们调解一下 病理前就在 有病 很有病 老人护理问题怎么办 老人护理现在我没有什么客户的 你没有好办法 没有什么 那个安静师呢 关于你母亲的护理问题 护理问题在法律上来办吧 根据法律上来办 安静师呢 你说 要我说你就二十八六三 二十八六三 说跟你说这条件意见不成吗 不成 我就还维持八十块钱 住院前几分之一 我还履行那个职责 好了 宣判之后 法院的工作人员来到了医院 向病床上的王桂敏 宣读了判决结果 和谐是家庭的主旋律 如果一个家庭没有和谐 每一个家庭成员的生活 都会混乱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感谢李老师参与先生讨论 明天同一时间 接着说法 再见